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了非常不错销量的一款新车型 一起今天看一看 不得不说 吉利的4S店在整个自主品牌的 所有品牌的一个装修当中还是比较有调性的 并且能够做到雨时激进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圣诞的装饰 包括车上面也放了圣诞树的装饰 另外在那边还有星巴克的一个应该是试驾活动 总体来说这个调性也是比较符合现在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喜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到这台车 就是我身旁的博越X了 它整个的一个调性也是象征年轻人的一个喜好来的 其实基于博越来说 它做了很多破版本车型的一个眼神 现在来到了X这个车型 X车型其实就是往运动化更进一步的一个靠近了 那么先来说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外观 首先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的搭配 这个应该叫超防灰 灰色搭上这样的一个橙色的一个状色 两个颜色色彩的一个比拼 就已经是凸显出一定的运动感了 另外它的整个前脸进行格栅的一个尺寸也是足够大了 并且它采用了半封闭的一个状态 上面这一条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格栅 配合了黑标的这样的一个盾标 那么下方是开放式的一个格栅 那么它采用了一个放射状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设计 看上去也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在下唇和雾灯区域 采用了银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一个状色 那么这个地方要着重说一下 虽然雾灯区域这个地方采用了一个橙色的一个状色 看上去可能只是视觉上营造出来动感 其实细看这里边是拉通的 也就是说它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个作用的 那么另外除了最低配版本车型之外 所有车型都是配备的全LED的大灯 这个大灯的整体的一个透亮 还有内部的一个灯枪结构 看上去也是非常精致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 相比极具张力的能量风暴前脸 它的整个侧面相对来说会低调很多 但是在细节部分也不容忽视 比如说在侧面 橙色的线条 侧前的一个线条 包括车顶的行李架 也是经过了黑化的一个处理 另外我们拿到的这台中配车型 它配备的轮毂是一个18寸的轮毂 也是经过了亮黑的处理 运动感也营造的比较到位 那么整车的一个尺寸达到了4544 轴距是2670 作为紧凑级SUV 这样的一个尺寸显得是中规中距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车尾来看一下 来到尾部 这一类车型惯用的一个套路是什么呢 先给你一个分段式的尾翼 配合一个高位的刹车灯 一下子就把这个运动感给拉出来了 那么另外整个车身的一个尾部设计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但是虽然它没有用贯穿式的尾灯 但是它有这样一个黑色的装饰面板 搭配这样的一个镀刻式条 加上车身颜色 我觉得对比度一下子就出来了 看上去也是很立体的一个感觉 另外整个车身的一个下部分 也有空气的一个扰流板的一个套件 这样看上去也会提升一定的运动感 虽然说它的排气是隐藏式的排气 但是整个车身的尾部厚重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把这台车的后备箱打开来看一下 由于是中配版本 这台车并没有配备一个电动尾箱 整个车的一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 可以看一下非常平整 但是我个人觉得地台的高度稍微偏高了一点 另外它的座椅是可以通过四六比例放倒的 放倒之后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容积的扩充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车内看一下它的车机 包括它的内饰究竟怎么样 WOX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 基本上是沿用了之前车款的一个设计 但是它的整套车机系统 具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现在搭载的是银河OS4.0的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还有这块屏幕的一个成像效果 我是给到绝对的好评的 可以看一下它界面的一个设置 这个是总的一个菜单 上面支持火山车鱼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车辆停止的时候 看一些在线的小视频也好 还有一些影视剧也好 都没有问题 那么切换出来 这边有它的一个快捷的菜单 也是采用术式的这样的一个波平的一个形式 也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便捷的 另外在车辆模式的一个切换上 它每一个界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 还有界面看上去也是非常洋气的 另外它的整个的操控台 采用了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那么在下方就多出来了一定的储物空间 虽然说放不了太多大价格行李物件 我觉得放一包抽纸的刚好合适 那么另外比较有特色 两边抓了这样 加装了这样两个扶手 这个设计也是 如果喜欢边开车边有个握感的感觉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那么前方的液晶仪表 我们这个是中备车型 它配备的是7英寸的仪表盘 如果是高配车型 中高配车型 应该是12.3英寸 跟这个尺寸是相同的 那么整体的一个内饰感觉 我觉得厚重感做出来了 并且在用料和配色上都做得非常不错 可以看一下它这些地方的用料 还有皮质的一个包裹 还有金属质感的一个营造 都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后排 去体验一下这台车后排空间的一个表现 坐进BoyX的后排 我发现它这个门把手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跟这个扶手是联为一体的 这样看似乎不太容易发现 它是一个隐藏式的一个设计 很巧妙 那么说一下后排的一个乘坐空间 现在前排是我正常的坐姿 目前腿部空间大概有两拳 头部空间还有一拳 并且呢我的这个座椅的一个靠背呢 还没有调到最往后 它有一定的角度可以调节 我现在把它往后放一下 这样来的话空间会更好一些 并且头顶上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全景 并且是可开放的天窗 一下子从通透感上又有加分的一个感觉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舒适性的一个配置 除了常规的空间出风口之外呢 下方有一个Type-C 有的USB的接口 不同的接口满足不同的机型了 那么中间这个座椅呢 虽然没有中央的一个扶手 但是呢它中间座椅的一个发泡度和柔软度 也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下面具有微微隆起的一个地台 即使我们坐在中间 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舒适度的保障的 那么在动力部分呢 吉利博越X搭载的仍旧是1.8T加7D4T的动力组合 最大马力184匹 峰制扭矩300牛米 那么四款车型配置呢 分别是11.28 12.28 13.28 以及14.28万元 各个配置之间相差1万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选择 那么在如今啊 自主品牌警测及SUV极度内卷的当下呢 吉利博越X 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实力出现在大家眼前 相信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制作人方法 当下词